韓班總發言人王淺秋 日前現身北檢提告特定臉書粉專 墨黑韓國瑜未經家長同意 站字報音還親吻孩童 其中被點名的這個粉專 名叫志士賭蘭 光是週二一大早9點前就全面動起來 已經發出5篇圖文並茂貼圖 細看內容清一色都是寫別頭韓國瑜 或是韓國瑜負面貼文 秋一就點名 志士賭蘭是新潮流網軍 志士賭蘭非常的活躍 因為他覺得打馬漢將粉絲團垮了 媒體別歸扯下架了 他應該可以獨霸一荒 可以成為新潮流網軍裡面的 主力中的主力 志士賭蘭除了黑韓文章外 也會發文推廣大讚小英政見 更轉發新潮流議員的競選影片 政治光譜不言而喻 秋一指控除了志士賭蘭之外 新潮流大佬秋一人指揮大批網軍 包括打馬漢將 媒體別鬼扯等粉專 都是新潮流豢洋網軍 甚至使用新潮流辦公室作業 位在立法院旁一座大樓的三樓 這邊是台灣新社會智庫 被秋一指控這邊是新潮流的基地 更是新系網軍操盤的辦公室 這座人員否認網軍一事 只是賭蘭粉專也發文回籍 說沒有拿錢是無極值的網路義勇軍 但這話藍營聽了不滿賬 新潮流就絕對不會說 只讓這個謝系網軍 稱霸天下 所以基本上新潮流也一定有 他自己的網軍的系統 被點名是新系網軍的多個粉專 以及秋一人 解稿前尚未回應 但確定的是蘇啟成案後 全民都高度關切 楊慧如們的蹤跡 在林心安網內宇看不到